继续关心今日的地方新闻 南加人华人居民人口最为密集的蒙特利公园市 在这个月的29日将会迎来该市的建市100周年纪念 日前三个蒙市姐妹友好城市代表团 就远到从中国来到蒙市 为她提前庆祝生日快乐 这次来到蒙市预祝蒙市百年建市的 有分别来自福建泉州市 贵州同仁市和广州白云区的代表 包括蒙市市长陈赞新 和市议员林达坚在内的几位市政官员 也亲自在市会议厅 欢迎并且接见这些代表团的团员 陈赞新和林达坚 在为客人简单介绍了蒙市的市政结构之后 相继的和代表团的成员交换了礼物 林达坚表示 蒙市要加强与姐妹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 根据林达坚的介绍 蒙市分别在中国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和墨西哥 有五个姐妹城市 但她希望蒙市能够再增添几个 在欧洲国家的友好城市 天下卫视记者马骏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